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呢 眼看国民党总统初选 就要走到最后的民调关卡了 但是呢 现在卡住的声音不断 就连媒体人周玉寇呢 也在脸书上写到说 立委蔡黄狼爆料 王朱沛是确定了 而洪秀柱呢 将会在11号来退选 逮捕立院龙头的一位 对此呢 周玉寇强调说 这是蔡黄狼说的 而蔡黄狼也解释说呢 这只是他的政治观察评论罢了 但是这些话呢 也让洪秀柱呢生气了 他怒呛放话者应该要道歉 更说自己如果初选没过的话 绝对不会再回立法院 我强调啊 这件事情是蔡黄狼说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我看到了这些政治运作 一堆男人在围殴洪秀柱 周玉寇急撇轻 强调跟自己没关系 把矛头指向立为蔡黄狼 起因就是周玉寇8号 在脸书上写 蔡黄狼爆料 蓝银已布局 洪秀柱将在6月11号 宣布退选 届时王朱配底定 洪秀柱顶替立院龙头一位 时间过了 证明我是对的 请曾经知道过这些谣点人 曾经在电视媒体上 讲过这些话的人 请向社会道歉 要不然就退出媒体 至少半年 好像蔡伟源说 那个只是他想的一个剧本 没有什么好回应的 留言纷飞 小辣椒怒呛道歉 但有没有这一回事 总得问个清楚 自己的政治观察 我自己的评论 王院长不是一个冒进的人 他也不会背后 捅洪秀柱副院长一刀 他的评论分析 背后的目的 不知何在 但是他的目的 绝对不是为了 要让国民党团结 那感觉上 好像有人放话给他 然后用某种方式 在逼退洪秀柱 两人忙着互推皮球 却也让外界看得母沙沙 但不管是爆料 还是评论 都让洪秀柱落下重话 小辣椒赌上政治生命 也要替自己这一役 迎战到底 我在这过程当中 有任何的障碍 使我没有办法 在这次的竞赛当中 得到胜选的话 我非常清楚 明确地跟各位讲 我会裸退 欢迎收看杨磯王威 台北采访报导